谈谈车股 1211比亚迪现在都升得不错 有朋友问这股份你怎样看 他没有说他有没有货 比亚迪基本面都不差 因为一月份汽车交付量 新临车部分 继续急升 按键方面都是倍数上升 而且始终他现时在市场定位上 都是比较多元化一点 电池业务也有憧憬 另外半导体业务也在A股上市 所以对股价来说就一定有点质差 但是我自己就会有点担心 由于在股值上还是比较贵一点 始终他现在说的PE 还是说过百倍 就绝对不叫便宜 即使股价好像有之前三百多 跌到下去现在只剩二百五也好 股值来说还是算是偏高的股份 所以接下来就真的妄实 美国债息的变化 如果你说债息现在升穿两厘之后 再向上飙升多 比如去到2.5甚至3厘 对比亚迪或多或少 会是有点影响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他接下来债息涨 但是业绩方面又继续增长 那么股价不一定会跌很多 但是是不是等于短期里面 会重拾一个很强的升浪呢 这方面我会有点保留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觉得 暂时来说你可以拿住 因为市况是好一点 还有比亚迪真的过去那一两个月 都做了一个回调下来 但是上面看的位置 都是270元左右 去这些价格 我自己觉得有货 都可以考虑去到先走了